观众飞飞脱倒计成为瞩目焦点 已经逃了两周到现在都还没抓到 到底去了哪里 讨厌各地民众也纷纷当起献民 只要有飞飞出现 就会赶紧通报农业局的人员 不过今天一早有消息传出 飞飞已经从昨天的新屋地区 跑到杨梅富岗运动公园附近 外面中可以看到这只飞飞 从民宅外墙沿路往下爬 嘴巴还丢着东西相当悠哉 最后又爬下民宅离开 而有民众看到呢 飞飞也爬到另一处民宅上到处晃来晃去 居敢在车上拍下影片 并通知相关人员 动报处接获消息也已经派人前往右捕 现在呢桃园农业局长也带队 集结临近上百名的社区巡守队员 趁着反光卫星 骑着机车要来全面搜索飞飞 不再让他到处爬爬灶 让我们掌控到这一情形 中间 expansion 触信 执行